三个个人把数据已经获取完毕了 下面你们分析界面应该怎么做 现在分一下界面 界面做了那就可以给它演示出来了 软件款家 首先你们分一下界面 这个标题很简单统一的 上面显得什么呢 就是ROM的可用内存 这是SD卡的可用内存 这是两个信息 然后下面的话大家看 是一个什么玩意 是不是就是一个律师的表 这个律师的表它是比较特殊 今天咱们的律师的表就比较全了 就比较全了 因为它的数据有多部位置 它这是一个什么 是Test表 是不是 它往上一拖是不是还可以变 对不对 还可以变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那首先第一步咱老规矩先做一下界面 先做一下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的难点 主要分为三部位置 标题 这个内存的信息 然后呢 一个律师的表 这个律师的表里面 大家才要看一个细节 如果你的电脑比较慢的话 是不是有个进度加载条 好 进度加载条 所以我们都来做一下 好 首先我们把部级文件 创建一下 部级文件先创建 然后找到了部级文件 好 部级文件先创建一个新创建一个部级了 另外一个部级文件 好 这个是FTVT的 就是FTVT 这是APPMind的软件管家 好 软件管家里了 先先布局 跟布局 好 先先布局 跟布局 好 老规矩 咱先写代码 等一下我把有用的代码 再给你封装 再给你重复封装 要用 好 这里面是标题 标题 好 埃阿克斯文件 也要写注释啊 大家要养成写注释的习惯 虽然在实际开关里面 不正规的团队 他还少写注释 但是我们又要养成写注释的习惯 不要让你的后面的人骂你 是不是 好 实在 标准的团队里面 如果你不写注释 他会给你扣钱的 一变得钱挂钩 你就会注意了 好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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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一个标题 好 标题就有了 好 下面写的什么呢 内存信息 大家看一下 下一个写的内存信息 是不是就是 其实就是什么 是不是两个 泰式微网 两个泰式微网 一个是靠多显示 是不是一个是靠右显示 是吧 一个靠多显示 一个是靠右显示 大家也可以做一下 好 这是那个内存信息 先写个书 这是内存信息 内存信息 好 内存信息 里面包含两块 一个是手机的 一个是SD卡的 好 那现在一个主文 也有 那就成了什么呢 是不是相对布局 好一点 是吧 相对布局 或者什么呢 你都可以去做 现行布局 能不能做 你也可以做 现行布局的话 是平分一下 平分一下 平分是两万 一个文字靠左显示 一个文字靠右显示 是不是 好 可以写一下 好 那个 现行布局 做效 好 现行布局 然后宽重呢 填充服装体 高度呢 包裹内容 高度呢 包裹内容 然后呢 这个方向呢 是水平方向 靠入口水平方向 好 那现在我们在这里面 去做两个组件 两个组件 一个是 两个都是 太直流 是吧 这个平分的话 应该有什么 就是宽度 那个零个 DAP是吧 然后呢 这个是 位置的权重为一 位置的权重为一 然后呢 高度呢 是包裹内容 包裹内容 然后呢 那个默论的文字 好 这个左边显示 的是手机内存 是吧 手机内存 我们原本叫做 ROM是吧 ROM可用功能 ROM 比如说 123兆 可用 好 然后呢 再负责一份出来 再负责一份 好 先 各出框架 各出框架 然后呢 我要给他负责 所以说 我给他起个ID 好 这个叫做 ID 这个TV 叫做APP Manager 软件管家里的 这个是 ROM的Membering信息 Membering信息 好 这里面是SD卡的 Membering信息 好 这是SD卡的 好 这个写成SD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去做它的对齐方式 Gravity Gravity是什么呢 靠右对齐 对吧 靠右对齐 好 用越南越效果 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 是不是一个靠左 一个是靠右啊 中间是平分的 中间是平分的 好 那么先写到这里 等一下我再做界面的优化 好 下一步显示的是什么呢 下一步显示的是 ListV 刚才准备说过了 ListV如果加在 Suzilman 是不是还要显示 进度条 那如果一个地方 显示两个组件 最高条是什么呢 真布局 是吧 真布局 然后宽度呢 填充浮库体 或高度呢 也是填充浮库体 因为剩余的空间 就是它 好 在这个真布局里面呢 我们要做几个组件 首先呢 是一个什么呢 ListV ListV ListV呢 和什么呢 和那个 进度条是吧 进度条 进度条 今天呢 就给大家讲一下 两个自定义的条 一个是圆形的 一个是橙形的 两个都给大家 做一个自定义 虽然呢 Github上很多 比较好看多的 但是你要学会 怎么去自定义 好 那现在ListV先写一下 ListV先写一下 ListV呢 宽度呢 填充浮库体 包动呢 显入服装体 显入服装体 然后呢 那个ID编号 ID编号 这个ID 那个LV 然后APP Many这里的 这个显示 这个Date 是吧 好 比如Date 显示数据了 这是换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 现在就出来了 是吧 好 出来之后呢 我让它接着什么 SulV V V 下面做进度条 进度条 是不是include 是不是就搞定了 当时是不是做过进度条 所以说 布局面键 是不是也可以重用了 这个叫做Layout 里面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Pro 可能是 是不是Pro 可能是把Sircle 就是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Sircle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先给它去掉 先给它去掉 然后呢 看一下这里的效果 可以保存 是吧 好 保存一下 来 效果 出来 是不是出来了 只不过它长得比较难看 等一下给它每个容就行了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基督条也有了 那基督条可以显示出来 我就让它什么呢 掉 也不让它显示了 好 现在咱们这个界面呢 主要部分就显示出来了 等一下再加 等一下再加 那现在我开始做它的FTT界面 做FTT界面 找到这个FTT界面 好 右键 另外一个class 好 叫做APP ManageFTT界面 让它寄生FTT界面 分进去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 清单文件的配置 找到我们的FTT界面 按个TQQ 内容 好 粘贴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给它做个链接 在后 主机面里面 这里啊 给它做一个链接 软件管较应该属于 D012 第二个了 好 直接写到前面 去 配置 暗 就是软件管较 软件管较 好 软件管较的话 我们拿个大控号 然后拿个 req 其实就做一个 一图就行了 复制一份 然后呢 把这个名字一改就可以了 叫做APP manage APP manage 好 好 好 现在 装到 重点就是 写上这个 APP manage activity了 这个软件管较的界面 软件管较的界面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拿个 on-create方法 on-create方法 好 由于这个功能呢 比较多 咱们更应该按照 规范去写 否则的话 代码看起来很乱 好 可能一 然后呢 先做个 先做个 试图 好 先做个试图 然后呢 在这里面 拿个 set contactview 然后 r.layout .app manage 是吧 好 现在呢 我要获取到哪些组件呢 两个taskview 用来显示内存信息 taskview tv 然后呢 roam的 roam的memory 是吧 好 这里面 fandview md 然后 r.id 这个叫做tv hmanage roam的memory信息 可能一来的强转 然后呢 再给它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 然后 这个 SD卡的memory信息 然后呢 这里也要改一下 这个SD卡的 mf信息 好 这是一个 是这个 先给大家移一下 可能一 一到成员变量 可能一 一到成员变量 好 写到一个简单的注释 好 这是手机内存的使用 手机内存的信息 好 这个是SD卡的内存信息 好 这是SD的内存信息 好 下面我们再做了两个 一个是 listview listview lov lov的disk 然后呢 findview id r.id lv viewdisk 可能一 再强转 可能一 来到成员变量 这个是显示 app信息 显示 app的信息 好 最后一个 就是进度条 进度条 进度条的话 就是等待那个 loader layout 是相对不几 看一下 忘记了 probe s把support算 看看它的定步 结束了 论了 layout 好 论了 layout 什么有个什么的 什么就是个名字 好 然后论了 layout 论了 layout 对 LL 然后呢 loading 加点数据 然后findview id 好 r.id 这个叫做LL 好 probe s 把root 定步 论定 前转 肯定 有了成员变量 好 现在人界面 逐渐就算完工了 好 下面开始什么呢 开始数据部分 音译的对腾 好 音译的对部分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数据 有的数据 按照热肯定比较多 也会存在什么呢 好使得操作 是吧 只要存在好使得操作 大家按照标准的框架去写 好 先把这个基本的写熟练了 你就以后就可以 再来封装去调别的功能了 比如说 咱们后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呃 圆满的东西 就是一个 异部 就是essing的task 它里面封装的就是什么 线程合穿的 它把这两个 给它封装在一起了 你就直接可以去用啊 但是你这个要写熟练 写熟练好之后呢 你就知道 它用起来 如果出错 你就知道哪里出错了 所以大家先把基本的代码 先基本功先练好啊 然后呢咱们再来 这样我人家现成的功能就可以了 好 宽的了 然后呢 满宽的了 好了 又一个宽的了 又一个宽的了 然后那个 handle message handle message 好 这里来个处理消息 好 这是发消息 这是处理消息 好 这个消息呢 咱们这里肯定只有两种了 一路是加载数据 一路是显示数据 好 使为区区 使为区区 然后呢 message.watt 好 如果是加载数据 就来个什么呢 loading 好 loading就是正在加载数据 好 可能一 创建这个常量 创建常量 然后呢 可能写一下1 好 这个是正在加载数据 正在加载数据 好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加载数据 完成 对你 可能一 分号 然后末号 可能一 创建这个常量 放这里来个2 好 这个是加载数据 完成 加载数据 完成 好 主要是这两个就可以了 那如果正在加载数据 就是显示进入条 显示进入条 就是那个 lloading.setVillibility 然后呢 Vill.Villible 显示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ListVill要隐藏 意思就是 List.setVillibility 那个Vill.Gun 好 OK 那如果是加载数据 完成 它来要调换一下位置 调换一下位置 好 这个那个Villible Villibility Villible 好 这里有两个Gun 好 这是界面切换 就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写下 好 现在线程里面 我们来个访问方法 访问方法 好 访问方法里面 首先第一个 是先发送一个 加载进度的消息 发送 加载进度的消息 进度的消息 好 很简单 就是满餐子了 点 AvoteinMessage 好 这里来个loading loading点 send to target 就完成了 好 第二步呢 是真正的获取数据 获取数据 好 获取数据的话 咱们用个什么呢 用个容器来保存一下 什么样我订一个 叫那个 APPinfo的youtube 是吧 info的youtube 变成什么呢 这里有三个数据 都要获取一下吧 都要获取一下 这都算获取数据 都不变 好 这里面来个 Gun insage info的info 这里 请个参加文 这里获取所有 安装的APP信息 好 所有安装的信息 然后呢 我需要把它移到 什么成员变量 因为等一下 我跟它数据 做显示处理了 比如在纸线条里面 复理的信息 就是数据 大家看 纸线条都用复权数据 数据跟界面 没有关系 由于界面 还要显示数据 所以重要数据 成员变量 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就是所有APP信息 所有显示信息 然后还有两个信息 大家不要忘记了 就是什么呢 手机内容 和那个SD卡 的空间 就是 Gat Phone Available 可能一 那个成员变量 就是 Fone Available Memory 然后再 HP Info 右手的点 Gat SD卡 的Mavailable 成员变量 好 这两个呢 咱们都要把它 转换成员变量 都要转换成员变量 好 这是获取数据的部分 当数据 获取完之后呢 第三个就是 发送数据 加载完成 发送 数据 加载完成 加载完成 那这时候呢 我们直接来个什么呢 来个消息就行了 就是马探的 点Optain Message 好 这里来个Finish 来个Finish 然后呢 点Send to Tact 好 这是三步 这里面就两步 加载完成完成之后呢 我们看什么 是不是显示数据啊 显示数据 好 显示数据 那显示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去想 这两个数据很容易 我先把这两个数据显示一下 就是TV ROM 我可以说 ROM可用里面 点这个Send Tax 这个等下说呢 手机可用内存 就是ROM ROM ROM的 Available 是吧 ROM的内存 可用内存 可用 可用内存 好 写上一下 这里面应该来 如果把数字写上进来 不太好 把数字写上 它这一强烈数字 是用户看不懂啊 用户能看懂 是不是就多少 照了多少P 是吧 所以说我要 如果数字格式的转换啊 数字格式的转换啊 数字格式的转换啊 我们怎么用格式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FORMETER FORMETER FORMETER就咱们用安卓包里的 就是FORMETER 选安卓包里的 安卓包里的 FOR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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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边 选择过来 这里面就是谁啊 是不是咱那个 数据啊 这个数据叫做什么呢 我已经移到成员变量了 不过都移到这里了 是吧 剪贴一下 移到外面去啊 好 移到外面去 好 一个是FORM 一个是SD卡的啊 好 这里面是一个 是FORM的 是吧 先到FORM的 这个 Valible Memory 好 做一个格式化转换啊 这是格式化显示 格式化 数据 格式化数据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TV TVSD卡呢 SD卡的Memory SD卡Memory 点SAT的 是这个文本 好 这里那个SD卡 可用内存 SD可用 可用内存 然后呢 等于多少呢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也是一样的 把它复制一下 把它复制一下 好 这里面换成SD卡的 可用内存 就可以了 SD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什么啊 ListView显示数据 是吧 好 ListView显示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ListView显示数据 大家想一下 我要展示 什么数据呢 只有两个 ListView显示数据呢 首先 我说明它的容器的话 它有两个 一个是系统的 是不是一个用户的 那我要选择 这样的数据 我是不是也应该 做两个容器啊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会做两个方法 现在我们先做一下 按照自己的速度去做 等下我在 应该探用第三方空间 好 那现在我们一分析完之后 我有两个数据 两个数据的话 我现在是一个容器啊 那你是不是要做过 数据的分类 是不是数据的分类 好 用户是用户 系统是系统 是吧 好 这里面来个什么呢 这个 我来个系统的 或者用户的 对吧 我来个系统的 前面加上系统的 就知道了 然后呢 我再来一个什么呢 用户的 叫做Uler 好 前面给它加个Uler 就行了 表示用户的 表示用户的 就是Uler 好 这里面来个什么呢 这里简单就是 系统的APP 这是用户的 APP 这是用户的 APP APP 用户的 APP 好 现在这两个容器呢 就有了 那你在取数据的时候呢 还直线 那你过去 上数据之后 是不是还要做个分类啊 是不是啊 做个分类啊 做个分类 做个筛选 那筛选的话 其实也很容易 过去环境 过一起迭代 旗环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字啊 现在我迭代它 迭代它 然后它里面都是什么字呢 是不是就是 APP InfoB APP InfoB 然后这里面来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 APP InfoB 是吧 APP InfoB 然后呢 我们没取一个数据 是不是做出换个案 APP InfoB 点 Easy System 是不是看 是不是系统 是系统 APP 好 否则的话 就是这个呢 用户APP Add 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户的APP 用户的APP 好 那如果系统 APP 等于什么呢 System 这个容器 是不是添加 变 ADD 然后呢 添加一下 这个容器 叫做APP 是吧 如果是用户的话 就是什么呢 UJ 就是UJ 变什么呢 ADD 就可以了 好 这是分类 好 分完类之后呢 我现在就好写 我这个适配器了 好 我这个适配器 大家要注意听了 这个适配器 不太好写 因为它数据不一样 好 X TN Face Depth Face Face Depth 好 咱们现在呢 咱们本身的思路 去选项 可以 好 这里有四个方法 是的 那现在我写之前呢 我先按照标准的波动来 有意思是为我先给它来个绑定啊 把这个Mile Adapt 后面就是直接就适配器来更新数据了 Mile Adapt Mile Adapt New一个Mile Adapt Mile Adapt 然后呢 LVDIS LVDIS 点 Sep Adapt 所谓的 任意乱 这个叫Mile Adapt 然后把这个去掉是吧 Apps 移到成员变量 找到成员变量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这里也好写了 首先我这个就好写了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更新 更新 DCPU数据啊 更新 Mile Adapt 那这里来个什么呢 Mile Adapt 点 这是显示数据的 也得防止上面 频繁的去实际化 视频器啊 视频器就一个就足够了 现在把它移到成员变量 好 移到这里了 然后这两个视频器 好 视频器 好 现在呢 我在这里面开始写这个代码 当我把这个代码写好之后呢 咱们基本上功能就可以去测试了 好 那现在呢 首先分享了数据部分 这个比较难写啊 现在大家看一下 摩利斯威文的数据 用户数据和系统数据 它数据各数应该写多大呢 大家不要忘了 是不是还有标签啊 所以说它数据各数应该写多大 我们知道 是不是用户数据 用户数据 就是优惹信息 是不是用户数据 加一 是不是用户数据的标签 然后再加上 是不是系统数据 是不是 系统数据 然后系统数据 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标签 是不是它总数据各数 是不是应该是这么一个 对不对 因为咱们显示的数据 是不是用户数据和系统数据啊 是不是多了两个标签啊 对 所以说这是总数据各数吧 它都算是历史没有理的成员 是不是 历史没有成员 大家认真听啊 这个比较难啊 那一定要再来听 好 数据也有了 数据也有了 其他代码我先不写 咱们直接写这个 好 我直接显示的数据是什么 上面一个图标 上面一个图标门的 这里一个存储位置 这里是个大桥 我先把这个 atom view 是不是先做一下 好 atom view先做一下 现在我做一个atom的view 右键 右键 我们建一个图标文件 这个叫做atom app manage你的 是不是list view的atom 这个atom 我们用什么好一点 相对图标是什么好一点 好 那我们用相对图标 叫做relative量 relative量的这个 好 分居一下 好 大家看这个界面啊 首先最前面显示一个图标 是什么好 就显示一个图标 按照来个什么呢 imagine view imagine view 写个注释啊 这是app的图标 app的图标 imagine view 然后宽度呢 高度都写一下 宽度呢 包括内容的话 高度呢 也是包括内容 也是包括内容 好 可视化一下 然后我先来个图片 大家预览一下效果 测试 我找一个图片啊 桌博工作下 我找一个图片 找一个 随便找一个 那个 主机率的图片 就是那个 手机 为什么 手机防盗 是吧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图片 是不是这个 好 这个图片 然后呢 我们先写 等一下给他来个 拍点 这是一个 imagine view 然后需要给他来个ID编号 ID编号 然后这里面来个ID 就是inv 就是app manage manage list view里边 这个叫做iPhone图标 iPhone图标 好 现在我这里面叫做什么呢 这里就是名字和它的安装位置 app的名字 名字和安装位置 安装位置 那这个呢 我来个线型图局 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 是吧 线型图局 然后宽度呢 包括内容 高度呢 包括内容 高度包括内容 好 回式方向 方向 垂直方向 图局 垂直方向 然后呢 添加两个图片 一个就是名字 一个就是app的名字 名字 按照来个textview 好 textview 宽度呢 包括内容 高度呢 高度包括内容 高度包括内容 然后我先拿个文本 好 比如说软件管家 软件管家 然后先格式换下 好 我要去修改它的程度 还要起个ID编号 这个叫做tv 这个版 中间的复制箱 tv 这个叫做app的内容 app的内容 好 现在我再复制一份 放到下面来 好 就是安装位置 这个app的location 是吧 安装位置 好 这个比如说 手机内存 手机的rom 手机的rom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效果 是不是这个 那现在我应该让它放到哪呢 是不是放到这个组件的右边去啊 就是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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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然后来个ID 把这个ID呢 给它拷费上来 复制一下 拿着你了 好 看一下效果 说放到这里了啊 好 应该是垂直 集中啊 好 sintological 为2 是吧 垂直 集中 好的 下面 没关系啊 这里来个什么 包裹内容 是不是 行了 包裹内容 是不是 是不是 把这来个间距啊 那你来个marking marking来个marking 上下左右都来个5个DAP吧 好 这个呢 也上下左右来个5个DAP 它也效果 5个DAP 好 我们先去 是不是这种效果 还可以啊 在右方再放一个什么 是大小 右方呢 放一个大小 就是一个 开始这个右是吧 就是 占用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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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来个testview testview test testview 宽度呢 包括内容 包括内容 高度呢 也是包括内容 包括内容 然后呢 文本呢 随便来个 看一下效果 比如11点按照 M5D刷 然后呢 这里面来个ID编号 先格式化一下 然后把它取个ID 好 ID编号 然后来个 TV 然后呢 这里来个 这个怎样 中间的数字 好 这里来个NTP的Size 是吧 再用的大小 然后呢 是吧 最右边 取得 Illine Parent Rank为2 然后呢 就是Senter Vodic为2 是吧 然后呢 再来个Market 然后呢 来个5个DAT 5个DAT 好 看见效果 就是出来了 好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好 界面做好了 那现在我就可以写这个什么 干涉Vo方法了 是吧 好 看涉Vo方法里面 我们也按照标准的清点 是不是要有个界面换权啊 界面换权 首先 再来个什么 是VoHoder 好 VoHoder VoHoder 大家按照标准的清点 VoHoder里面 放了几个这样 两个HoderVo 一个图标 一个大小 是吧 好 TV 然后呢 这个是APP的Name 然后再来个HoderVo 然后呢 TV的就是APP的LowPT 这个位置啊 楼形位置 好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HoderVo 是不是就是APP的Sat 好 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 InveniveVo 就是它的图标 InveniveVoHoder 的ACO 是吧 好 这四个词 那现在我在这里 做缓传 就是做Vo的缓传 这时候就不太容易 去做了 不太容易 去做了 那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大家分析一下 我这个Vo里面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干的Vo 是获取到 类似Vo展示的数据 首先大家考虑 类似Vo展示的数据 现在有两种 两种 两种啊 一种是什么呢 第一种就是 咱们自定义Vo 是不是 第二种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TestVo 这个是不是就是 TestVo组件 是不是 这是咱们自定义的 布局文件吧 也就是这个 历史Vo显示的Vo里面 现在有两种了 一种是TestVo 一种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 咱们自定义Vo 制定布局Vo 那么刚才咱们讲过 缓门 当我来拖动的时候呢 是不是还显示 位置上的界面 好 这个界面呢 是不是又会做缓存啊 那如果我用的 这个位置用的缓存界面 如果是TestVo的话 是不是就不能显示信息了 所以说 这时候做缓存要注意了 做缓存界面要注意啊 首先咱们注意几个要点 第一个 好 开始做界面啊 第一个 就是TestVo的显示位置 显示的位置 大家想一下 由于TestVo作为标签来显示的 所以它的位置应该等于多少 这个位置的换动啊 Plech 如果Plech等于零 说到什么问题 是不是就是用户软件的标签 是不是用户软件的标签 用户软件的标签 用户软件的标签 那如果来个什么呢 TestVo 是不是自己实力化一个标签啊 就是user的tag 然后呢 又一个TestVo 咱们说过 如果是戴马龙实力化 一般团体什么呢 一个上下摆设就行了 如果是清单文件里面 这个布局文件里面 是不是还有个样式啊 这是这个 当然我给它设置一下 设置一下 又一个tag 我们看一下 这个TestVo长什么样 灰色背景 是不是摆设自己啊 灰色背景 摆设自己啊 set background ground的这个是Color 这个灰色的话 就是Color.gray 这个灰色 背景色 灰色 背景是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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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再来一个 好 TV 然后呢 这个是 user tag.set text color text color 好 这字体的颜色为什么呢 纯白色 外纯白色 好 字体是白色 字体是白色 然后呢 这个内容呢 写下 点set和test 好 这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用户数据 是吧 表示用户软件 哎 怎么写了 用户在括号里面 是不是多少个 好 就是用户软件 用户软件 然后这里来个货物 货物给它分加 然后呢 这里是用户软件 多少个 其实加上谁就行了 是不是就是user 呃 呃 由 由 由 的 installer.set 是这样 用户软件 多少个 然后呢 这个界面 做好之后 由于它只是一个界面 不需要换成vv5D 直接就返回来了 是啊 如果零的位置 直接就返回过来了 就是一个tasticview 好了 add 一份 按一份 如果 pression 如果这个pression 等于多少呢 等于系统软件的标签 系统软件标签这个位置 大家先确定一下 这是系统软件的 系统软件的标签 好 系统软件标签的位置 是什么位置呢 大家想想想啊 用户软件 这是数据啊 这是数据啊 这是用户的 是不是啊 假设我有三个数据 我有三个数据 现在我又到什么 是不是又到 又一个标签了 又一个标签了 那现在这个位置 大家确定一下 这个位置是不是零啊 这个位置是不是零啊 这个位置就是零啊 这个位置就是二 这个位置就是三 那这个位置 是不是到四了 四是怎么来的 比如说三加一 那 起来这举例子 那一个标准的写法 应该是啥 这个位置是不是 用户软件大小加一啊 是不是用户软件 是不是要加一啊 这是它的第二个 系统标签的位置 是不是算出来的 当然你们就知道 如果它的位置 等于多少 等于用户软件的 大小加一 是不是 如果是这个位置 是不是系统标签 系统标签 你们也改个名字就行了 改个名字 这个系统标签 它叫做系统标签 然后这个换成什么呢 换成系统标签 系统标签就搞定了 好 这是两个特殊的标签位置啊 那除了这两个特殊的位置 后面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用户软件 或者系统软件啊 用户软件 或者系统软件 或者系统软件 那这两个软件呢 不管是什么软件 它长得是不是一样呢 是不是信息不一样 它长得是一样的 那长得一样的话 是不是就像这个 这时候咱们来做 微游的缓存 微游的缓存 首先我在这里面 来个微游后的 好 这里来个微游后的 就是来个微游后的 微游后的 默认起来 是微纳 好 首先我换了一下 有没有缓存啊 可以问 微游 如果大家看 怎么写啊 你应该写 不等于呢 或者写等于呢 都没有问题 但是后面的条件 注意怎么写啊 假设我写成不等于呢 假设我写成不等于呢 什么有缓存 那有缓存 大家还要注意判断一下 这个缓存的微游呢 有可能是谁啊 是不是有可能是 态似的微游啊 因为咱们这个列表 显示了是不是两种类型的数据了 要么态似的微游 是不是要打 你拿缓存的微游 所以说你要做出混乱 如果不等于呢 说明它是有缓存 并且这个缓存是不是谁啊 是不是咱自己的主念 也就是说 这里做个简单的图示啊 这个图示 表示有缓存 有缓存的微游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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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微游呢 不是什么呢 是不是太实际的微游 是不是才可以去缓存 去复用啊 那如果用缓存就两种 因为太实际的微游 是不是一种是他 现在我用的 是不是就是他 可以有缓存用一下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是不是就知道 哎 缓存既不是那 也不是他 是不是就是我用的 缓存呀 好 所以大家做出两个判断 这个来个什么呢 可以忘了什么微游 什么判断 他不是太实际的微游 不是太实际的微游 来个什么 是不是 因此得是奥和太实际的微游 然后再来个 感叹号是不是就行了 说不是太实际的微游 对不对 这里面来个什么呢 不好 因为它有限期量 是不是 也说他不是太实际的微游 并且他有缓存的微游 是不是就要 是不是就是有缓存的数据啊 那有缓存的数据 我要干什么 说取缓存的数据啊 就等于多少 客人问的微游 点 gat和tag 是不是后取标签 然后来个强转 是不是这样 好 那在这 爱这个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缓存呀 如果没有缓存的话 是不是自己造缓存呀 好 客人问的微游就准处了 是不是微游点 inflact inflact 上下文 然后out 点layout 点 这个叫做atom的 是不是就这个 软眼管较力 是个微游里的atom 这个复合点文章 复合点文章 好 那现在有缓存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是不是微游的 是不是要做缓存信息了 等于就一个微游的 微游的 然后呢 去设置标签 设置标记 就是 queamvue.stack tag 是不是微游的 因为只有下到tag来 是不是才是一取到tag 那现在大家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做出这个判断了 假设你不做判断了 tags都没有有tag吗 没有一取 是不是就空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注意判断的逻辑性 判断逻辑性 好 那现在我下面就开始 一个个负责 微游的点tv 比如说 这是什么 NQP的 KP 就等于 kman quantvue.find vue.id 然后 r.id 这个叫做tv app 什么的 就是hp 我可以说 就这个 好 可能一转个强转 然后呢 我再来 这是Tags 都一样的 是吧 好 没想说 好 这个是 第二个什么呢 内部 是吧 那这里 又换了什么呢 app的内部 是吧 hp的内部 好 第三个就是大小 大小 是不是就是set 好 那这里是不是也应该换成set 是吧 应该换成set 好 这是三个 它是vue 其中还有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还有一个 图标 图标 就是vueholder 点什么呢 emegiveo 用IQ 法波 desen ini 不 许 扶子 取责 好 那取责 扶子 的话 大家看一下 现在又不好取责 这个体质就更麻烦了 大家看这个扯图 我取值得手上 如果是标签的话 我直接就返回了 如果是标签的位置 是不是直接就累穿一距 是不是大马直接到这里 是不是就不是标签 不是标签的话 要么是用户数据 要么是系统数据 那主要判在什么 是判在它的位置 如果位置是一定的范围之内 是不是用户数据 如果位置在这个系统方面 是不是系统数据 对不对 好那这一步比较苦难 大家看看怎么分析 我现在这里面先写 等一下我给封标 首先我要换到位置吧 换到位置 普人训的位置 如果普人的位置 是在用户数据的范围 那这个位置应该是小于多少 大家看这个图 如果是小于 小于等于是不是就是 用户上的个数 因为这个位置是不是要去 是不是 应该知道 你看0到3 现在它的 如果是没有这个标签的话 是不是就三个字 3是不是就越界了 现在3的位置要去 所以说 如果这个普人训的位置 是小于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用户软件的大小 用户软件的 是不是应该等于啊 等于的话 是不是用户软件的最后一个字 如果是这个字的话 我们这个APP 应该是怎么取啊 就是APP 应该是怎么取啊 应该是啊 APP 应该是啊 好 我先用到这里来 先来个纳子啊 如果是用户数据 用户数据 好 那用户数据的话 我在那边怎么写啊 这个病就很简单了 病就等于多少 是不是怎么用户数据里面取啊 用户数据里面取 点 gag location 好 当然一定要注意 这个普雷训 再做这一次耍换 是不是要简移 是不是要简移 好 大家看这个位置 如果是一个位置 显示这是第一个数据吧 那第一个数据 是不是零的位置 所以呢 是不是要顺移简移啊 明白了没有 好 这个一画考图 你就知道位置怎么计算了 好 这是系统了 我应该换个系统了 好 系统呢 我再给你换两个字 好 这里是五六 好 这里是五六 好 现在这个质量 应该是怎么来算 S S 是不是就不用写条件了 S 是不是肯定是什么 是不是系统数据了 系统数据了 系统数据 系统数据 那系统数据 那系统数据的话 我的个位置应该怎么做 简决谁啊 记住 我要把它变成1 我觉得我要把5变成0 是不是我要把5变成0 我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系统数据的 定点个位置 你要把5变成0 你要解决多少 是不是 用户数据的各数 再加上两个标签啊 是不是 再加两个标签 那就是应该是等于多少 Plation 解决多少 破5 破起来啊 就是用户数据 点Size 是不是再加2 是不是 再加2 就是系统数据了 好 现在数据有了 下面就是什么 就是显示数据啊 好 下面就是显示数据了 是吧 好 显示数据 那显示数据我就用什么 是不是 vooder了 好 vooder点这个TV 好 这是位置 位置的话 是shack text 好 shack text 这时候是不是要做出一个判断 好 这个呢 做出一个判断就行 怎么判断呢 是不是就并点 一日sd 按照的位置啊 sd 是我来个问号 冒号 我来个问号 这里来个什么 是不是自不串 冒号 是不是再来个自不串 好 这里面来个什么 如果是sd卡的话 是不是就是sd卡 存储啊 好 sd卡存储 然后呢 如果不是的话 是不是roam存储啊 是不是存储在手机里的 是吧 roam存储就搞定了 就搞定了 好 第二个啊 就是vohorder vohorder里的tv 显示什么呢 名字 名字就很容易了 点shack text 等于多少呢 并点gapapp内部 是吧 hp内部就搞定了 好 第三个 就是它的大小 vohorder.tv 然后呢 hpsize 点shack text 它大小 什么也一个格式化 好 继续来 firmator.firmatorfilesize 好 传奇一个 三下文 好 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是 bing.gapset 是不是啊 好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位置 好 后面 位置 好 这个是名字 好 这个是名字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大小 大小 好 后面还有个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图标啊 好 vohorder.ivaccone.sat 和 imagine.do 是吧 imagine.do 就是bing.gapset 和i.co 是不是就搞定了 好 这个图标 好 界面上 没有问题了 咱们可以做一个 测试了 是吧 测试了 看消息 以前是错了 现在mobile 23 看控制台 不是 不是挂了 因为刚才我做了个单元测试 好 可以啊 这两件还是比较给力的 现在是软件管家 是吧 是不是挂掉了 好 挂掉我们看看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有一些权限啊 或许数据的 看这里啊 apmanage的时候挂掉了 空置人一场 空置人我们点击 看是哪个空置人 点击进来 manage的第一几行啊 再往下看 callsby 是不是在这里啊 gad count 是不是在这里啊 好 这里发生空置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是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这个数据 没有触死化的问题 数据没有触死化 好 那现在很简单了 我这里是不是就没有触死化 当时咱们讲过它的特性 是吧 讲到它 它是不是一设置 是不是都要用 gad count的方法 是不是多次调用啊 好 这里咱们 没给它触死化 默认词啊 没给它触死化 默认词啊 现在我 因为我写的代码结构是 直接界面一有 我就给它设置规系了 所以你代码结构 你要这样去写 那个空置就不会有问题了 再来 好 软件管家 好 因为我做这个软件 没有 我没有美工啊 所以说我没有给它做图片啊 除了这个之外 是不是都正常了 除了这个之外 都正常了 我这里还是戏图软件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吧 好 我先给 这个 先把那个图标给它 固定成 找到来的 找到来的 安恒姆 这个 AP 这个 现在图标 我就不包括那种 知道 房子有的 没做啊 像65个DAP 好 65个DAP 这个吧 65个DAP 看下效果 大不大 太大了吗 55 还大了吗 45 45 差不多了 就这么大吧 还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系统软件是吧 系统软件 我在哪里用错了吗 这里是吧 这里是不是没有写这个 这个应该是什么了 这个是写的系统嘛 对不对 然后用错了 咱是招贝的那样吧 是不是应该是用系统的东西 这个不平啊 但是这个东西用错了 对吧 好 再来测试一下 没有回头了 应该没有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打包安装 好 软件软件 用户软件10个是吧 好 这是系统软件是吧 52个 是吧 这是五个问题了 好 这是界面的显示 那现在我们要 很多细节来做处理啊 我们先休息